更多有什么读 请在微信 LVNC19113 演播 此今 明朝败家子 第359章 戏讯 方济帆乖乖跟着流箭到了内阁 内阁又称之为文渊阁 名字很好听 也很有逼格 就在这宫中显得破旧和狭小 从前建此格式 本就只是相当于秘书机构 谁也没有料到 最终这些秘书们的权柄越来越多 名为学士 施责为宰府 只是现在想要扩建和修器 已是不可恼 平时皇帝要修宫殿 大臣们尚且骂骂咧咧 你还好意思提出重修文渊阁 所谓文渊阁大学士的刘建 这是他的主场 他漫不经心地喝着茶 心中对方济帆自身恼怒万分 自己的儿子多老是一个人 打死他都不信 自己儿子是主动参与这场风波之中的 只是事情已经发生 而刘建毕竟不是寻常人 不至于歇斯底里的吼叫着 他面容平静 只下了口茶之后 再抬头看着方济帆 这目光倒是很有威压感 是一种含蓄的锋芒 方济帆心中很是没底 便朝刘建谄媚地笑着 那个刘公啊 下西阳的事 刘建淡淡说 下西阳有什么事 方济帆不知该咋说了 只好说 当然是一切听刘公的吩咐 倒是有另外一件事 刘建漫不经心地说 幼夫去哪里了 幼夫是刘建的字 当然来自之前 方济帆就料到 刘建找他来的目的了 此时 他决定做一个诚实的人 去了朝鲜国 这个孩子真是实在啊 听说殿下忧心朝鲜国务士 主动请英 非要去朝鲜活不可 怎么拦都拦不住啊 刘公 你生了一个好儿子啊 刘建依旧凝视着方济帆 脸色却转为冷漠 方济帆感觉压力甚大 脸皮再火也抵不住 这杀人的目光啊 他顿了顿 说 这个 主要是朝鲜国那里 李龙狼贼野心 下官料到此人 目的很不简单 朝鲜国内 只怕要滋生祸端 所以 刘建打断说 这么说来 有福还有危险了 他已经懒得听了 哪里会有祸端了呀 最重要的是 自己的儿子现在怎么样了 你方济帆把我儿子当枪使 你当老夫是傻子吗 方济帆连忙保证 可能会有一场变乱 不过请刘公放心 下官已偷偷授予他一个锦囊 这锦囊中有脱困的妙策 有福断然不会有危险的 是吗 刘建脸色终于铁青起来 恼羞成怒地说 看来果然是有危险的 有福从未出过什么远门 此去若有杀身之祸 也担得起干性吗 方济帆心里有些发虚 他觉得 以刘杰的智商 理应不可能看到锦囊之后 还乖乖待在原地吧 只要人跑了就好 在这说了 李龙虽然残暴 可他的目标是国内的世人 刘杰乃大名财府之子 又是大名的亲事 他有这个胆子 敢动手杀了刘杰吗 十之八九是不可能的 李龙不可能不顾及这些 除非他是个疯子 那问题是 他是不是个疯子呢 方济帆想到此处 心中咯噔一下 卧槽 能干下那等事情的 这个人就是个疯子呀 刘杰凝视着方济帆 目光要杀人 到底有没有危险 有一点点 但是不多 方济帆老是回答 后背都感觉冒冷汗了 这话听在刘杰耳朵里 却和求死一生差不多了 顿时怒气冲冲地说 说当真出了事情 担得起干系吗 方济帆深吸一口气 连忙说 请刘公放心 下官早已安排得 吐吐当当 假若 假若真有什么好歹 方济帆吃出了 还真不知道 假若发生好歹 他该如何给刘剑交代 看到方济帆这个样子 刘剑心都悬起来了 如何 要不方济帆想了想 有些不好意思的说 要不以后下官给您 给您老人家养老送终 以后就当 当下官儿子一样看待 下官照料您下半辈子 刘剑脑袋有些 炫热 他觉得 现在的年轻人 本就已经无法沟通了 当然他不知道 这玩意叫做代工 不过和方济帆交流起来 他觉得 自己至少要短寿十年 他手一指门 甚至手在发抖 手护去 方济帆很无奈 只好灰溜溜地跑了 辽阳 可怕的奏暴 途经此处 而辽东 独私巡抚 彭仪 也接到这封奏暴了 随即 这位巡抚 倒吸一口凉气 翻国 发生乱子 不算什么 这是人家自己家的事情 一般情况 大明制度也就是 在辽东 重新布防一线 以备不测 而后 等人家窝里斗 谁斗赢了 就知之谁 只要保证最后坐在王庭上的 乃是李氏的宗室 管他呢 大不了 重新再颁发一个金印和金策便是 其实在这里 辽东巡抚 彭仪 他的身边还有一位亲室 此人乃李部的一个官员 奉旨前往朝鲜国 册封朝鲜国 沸妃 一世为王太后 他走得并不快 捧着圣旨 突进辽阳 歇歇脚是必须的 这也是彭仪觉得奇怪的 因为此前 也有一个亲室 突进辽东 人家压根就没经过辽阳 只愿绕城而去 只在城外驿站 暂歇了一会儿 他专门将这亲室找来 然后将从朝鲜国的奏报 给他看 这亲室 顿时整个人脸色惨然起来 差点没瘫在地上 此人亲室啊 他立即想到自己的职责 现在这情况 自己还要去朝鲜国 不能是万万不能的 都说李龙是亲室 这个时候 怎么还可能去册封他的母妃呢 何况那里也不安全了 彭仪凝视亲室 你如何看呢 亲室咬牙切齿地说 若这是谋杀大臣倒也罢了 可此人丧心病狂 不但杀死大臣 竟还大肆竹脸 杀死这么多的士人 这是要动摇其国本吗 更可耻的是 此人捣毁圣庙 践踏圣人 将那成军馆 改为勾兰妓院 此天地不容易 彭仪含手点头 是啊 天地不容易 他几乎可以想象 当朝中得知这个消息 会惹来多大的风波 大明天子且不说 这天下的文臣 以及数十万读书人 可都是圣人门下 朝鲜国发生这样的事情 若是朝廷不知道 或者没什么真凭实据 导演罢了 可根据从大量逃亡来 撩动的朝鲜世人 以及贵族的奏报 这几乎已经确有其事了 也就是说 消息坐实了 其实彭仪并不知道 历史已经发生改变 在历史上 李龙是得到了大明册封之后 才开始对士人动的手 因此朝鲜国内 士人以及贵族 虽被大肆杀戮 却没有多少人向北逃亡 究竟原因在于 李龙计策成功了 大明皇帝的册封 使许多朝鲜士人意识到 天朝上国是站在李龙一边的 否则怎么会加封 废非一世呢 也就是说 这是大明所支持的一场杀戮 因而 相当程度上 朝鲜国的士人 对大明离心离德 直到窝人袭击朝鲜 大明派兵至朝鲜抗窝 这种不满和怨言 才渐渐消失 可现在 刘杰所送取的那一封圣旨 却完全改变这个情况 朝鲜士人和两班贵族 在得知大明皇帝 狠狠斥责过李龙 自然也就意识到 李龙对于天朝 朝上国已经是不得人心 因而 甲子逝货之后 人们第一反应就是 往辽东大规模逃跑 不只是贵族 也不只是士人 别连一些武官 甚至是朝鲜国的李氏宗士 都疯狂地向北套窜 辽东已经出现 大量朝鲜国贵族和官员 人满为患 这也是彭仪 接到了第一手的消息 其实当彭仪看到奏报之后 也是很吃惊 那李龙是个疯子吗 这岂不是自断根旗 可事实上 这李龙他就是个疯子 这份职业 不必再炫毒了 彭仪凝视着亲事 说 你就暂留辽阳 听候朝廷安排吧 还有一件事 有一个叫刘杰的人 也在边境 他自称亲事 说是得到太子殿下的命令 不只是如此 这个刘杰还是刘公的儿子 什么 亲事懵了 这去朝鲜国宣读旨意的事 还有人抢嫌 彭仪深吸一口气 再说 他所宣读的这份圣旨 正好和你的圣旨恰恰相反 那圣旨 乃是斥责李龙 以及其母沸沸衣式的 亲事脑袋很是惊讶 这他瞄的什么鬼啊 明明让我去宣读旨意 应下人家的要求 怎么转过头就让这个人 跑去骂人家了 他忍不住说 彭公安 下官以为这里头 只怕有蹊跷 彭仪摇了摇头 说 有蹊跷 也和我们无关 随即他眯着眼睛 眼眸里闪过一丝金光 头里接着说 可老夫却知道 此乃陛下圣明 一眼就洞穿 奸贼李龙的轨迹 所以才下旨深知 你看 这奸贼李龙 不是已经现出原形了吗 此等无拘无缚的狗贼 天下人 人人得而诛之 陛下相聚朝鲜国千里之外 仅能明察秋毫 实施圣明啊 老夫找你来 是要尚书称颂皇上的奏表一事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百家子》 作者 上山打老虎 演播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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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百家子》 《明朝百家子》 演播自尽